今天是11月3号,金家,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的大盘 总体来说今天上午的大盘表现不错 早盘高开之后一路震荡上行 走出放量单边上涨的走势 并且我们看到场内有非常多的热点 而这些热点基本上都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包括前面讲到的一些矿产类的公司 另外半导体包括昨天中午收到的证券等等表现都不错 在这里大家要给的666 接着我们讲这种形态出现了之后后面怎么看呢 首先我们刚才讲到了今天上涨属于一个扑涨行情 热点也比较多并且量能也不错 所以在这个位置很难快速的回落 所以说更多的在这个位置可能会首先分化 什么样的分化呢 就是一些涨的多的可能会不怎么涨 而一些没有怎么涨的它有补涨的需求 所以说到了下午之后有一些涨幅不大的 可能会在尾盘附近拉伸 只要大阪没出问题的话 那总体来说呢 目前处在低位 在以前我们就讲到 如果是高位的话出现单边上涨的话 到两点钟之后啊 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有快速回落的风险 但是目前指数依然在3200多点 这个位置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所以呢 在下午快速回落的风险呢 小一点 如果说外发没有问题的话 基本上还是维持这种单边的震荡 然后呢 板块之间的轮动加速 那么后面的话 机会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多 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在低位的时候 要把握机会呢 所谓低息 就是要在指数 处于低位的时候才存在低息 如果说现在指数已经涨上来了 我们看到指数已经来到了 3280点附近的压力位置 这个位置已经没有低息的机会了 那后面的话越涨的越多 相对来说风险也会累加一分 不过现在3280点只属于多空分电信 真正的压力在3350点上方 这个我们前面讲到了 那3280点呢 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夯使一下 如果说突破的话 也需要进行回踩 这个时候追高风险意义就不大了 接着我们讲一下资金面 今天上楼的话 整个资金市场镜头放了200亿 总共来说的话资金面变化不大 国占七国这边呢 变化也不大 所以说资金面属于中庆状态 接着我们讲一下期货市场的情况 今天呢涨幅之前呢 主要是原油相关的 包括燃油 另外呢 护营也是出现持续的上涨 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塑料 这些产品 大部分期货产品都是涨价的 那相对应呢 今天市场表现也不错 也符合我们前面讲到的 期货市场 其实跟A股的话 其实有一点关联性的 如果说期货大批上涨的话 那A股当中的上市公司 相对的是不是也是受益 那相对的A股 走势也就会更好一点 如果说期货价格下跌 说明短期需求端出现了问题 那相对应的上市公司 它这个产品价格也是下跌的 未来预期也会得要落 所以呢 期货市场如果大批都是下跌的话 相对应的市场 A股也会走得落一点 这就是我们前面 为什么跟大家讲到的 期货市场呢 也都是晚上开盘的 包括黑色系等等 这些产品石花系的 如果说期货市场 前一天晚上大幅下跌 那第二天的话 黑股走势也会弱影 那么我们看到 今天期货市场原先也不错 那低幅剧前呢 主要是包括焦煤 这些前期涨幅较大的 另外 尿素橡胶等等 走得比较弱 那在这些当中呢 其实也是会形成轮动 期货市场和A股 这个百块今天 同样也是如此 把握节奏 同样也是非常重要 总体来说呢 今天指数已经涨了不少了 如果说在前面 还有低息的机会 那现在的话 大部分已经涨的比较多 只能算是追高 或者说顺势 如果说技术非常好的话 可以参与 如果技术不是非常好的话 还是要谨慎为止 因为在选择方面 如果把握不好 赛道把握不好的话 可能到头来 也是白费利息 以上呢 就是今天上午的大台 大家有其他观点 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